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場應該都有共同的經驗 就是看漁夫的漫畫 然後開案教學 然後久久不能自己 主要是因為漁夫的漫畫 非常生動 非常逼真 非常傳神 然後他所下注的文字 簡潔有力 而且相當具批判性 那麼 看了他的漫畫之後呢 花人申請 對社會 對國家 對一個社會上的小事情 有這樣的作用 所以後來聽到說 他正在寫一本 移居台南 關於台南美食的書 我想我們大家都默不期待 能夠盡快 能夠問世 今天很高興能夠在德蘭百貨 參與這個盛會 我也鼓勵 也鼓勵 我們台南的鄉心 或是全國的好朋友 如果想要進一步了解台南 那一定要來看一下這本書 移居台南 如果能夠看了之後 愛上台南 到台南移居定居 那這是最好不過 那這個要 除了要感謝漁夫以外 可能也要感謝 台南的女兒 這漁夫大嫂 有漁夫大嫂 所以才有漁夫嫁 所以 這是一個很美麗的事情 很好的事情 那我看這本書 大概有三個感覺 這三個感覺 第一個 它當然是漁夫心目中的美食地圖 台南的美食地圖 我相信也是很多人心目中 贊成的 有其中很多店 我們都去過 我們也都非常贊賞 它應該是一個 可以獲得多數人認同的美食地圖 那第二個呢 當然漁夫的書 當然不是只是想要讓觀眾客 知道在哪裡吃什麼東西而已 我覺得他的 他的這個介紹的時候 有故事在裡面 有感情在裡面 你好像看到那個書的時候 那個在介紹 介紹他這個店的時候 剛剛講的是牛肉店 那我剛剛漁夫也跟我講說 他有寫到羊肉 這個包成 其實你看那個蚊子的時候 你好像 再去回味說 你當初在那邊吃這個牛肉的時候 即使是 可以想像出那份感情 那個故事 吃得出更有滋味 更有滋味 這也是我們台南的特色 台南的小獅 跟其他縣市的小獅所謂不同 主要是說 我們有一個故事 有一個文化 那在漁夫的這個書裡面 我們充分的可以讀出來 那第三個是更特別的 他介紹的是台南人的一種 生活跟工作的習慣 什麼樣的 大家都說 其實我今天想說 我喜歡請人是多 那短褲來的 但是 但是 可能不可以 其實你看這本書之後 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欸 大家人就是 可以 證明他悠游自在的生活 那吃的是這麼樣的道地 來自這個大自然 或是 數百年來 穿下來這個美食 大家是這麼樣的 有自信 這麼快活 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書裡面 你也可以讀到 台南的生活 跟工作的習慣 這個是台南人 這是台南人 我很高興這本書 能夠 能夠 能夠上市 應該是說 父子還是上市 當然這是 漁夫文青的天分 到我同學才能夠好 但是另外 就說台南人 開始有這個條件 可以提供 一流很高 可以消出這種錢 可以說相得益彰 那我們也希望 這本書 能夠得到更多視頻的支持 那台南市政府 非常重視漁夫這本書 除了我 這個 在書套上面有 推薦以外 我們局出龍來 文化局 官方局 這個 林鄭局 進入出龍來 我們對這本書是非常重視 也表示說 我們對這本書 是非常喜歡的 能夠廣為國人 甚至觀光客 外國的觀光客 都能夠喜歡上 這本書 看到這本書 以上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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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